來天起山白天 第10天 好玩啊不好玩怎麼會壓倒性好評 99%好評 難度確實是有的 這個 不過不太會玩戰棋的朋友 建議是不要 這個如果不太會玩戰棋的會死得很快 來看一下 昨天我們骰出了一個 新的白癡嘛 可以走16步的白癡 蠻狠的 我感覺這個打到後面加高奴車基本上已經 沒有什麼功用了 不知道還要不要用加高奴車 感覺效果好差喔 那怪1000多滴血 射一下根本就不會死 這16步真的好猛 陷阱不知道是不是每回合 他上面有一個次數他每一次 觸發三次之後就 就壞掉了嗎 感覺好像改蓋成牆了這好像真的沒有用 傳送門不知道會不會壞掉 畫面是不是偏了 應該是沒有吧 還蠻正常的 這遊戲一場要玩多久 不知道 一場可能 要快10個小時 我第一關是4個小時啊 第二關6個小時 第三關 第三關好像短一點 8個小時 不是 傳送門會不會打碎喔 傳送門感覺沒有很有用耶 我感覺多蓋一點 要忘台皇比較實在 這奴車已經不知道要拿來幹啥了 昨天應該該配置的 我看也都配置了 有一個狐帽生命藥 這個超級迴旋捲軸基本上 就是大便 帶兩罐生命藥 傳送門是無敵的嗎 不知道耶 阿不然真的蓋一個啊 反正 才60塊 應該60塊吧 蓋兩個看看 消耗一部三點法力值 傳到另外一個傳送門 我覺得目前 以目前的滅火狀況來看的話 沒有傳送門 不太可能 滅得了火 好白癡能走16步但是沒有加速的技能 不過我從不知道第幾天開始就已經沒有在滅火了 根本滅不了 哭啊超級多 兩個燈 三個燈 而且還不能第一天出來就滅了 麻煩 總共五個燈來囉 閃一下 先開車 壞狗狗 可不能讓他們跑進來 好 無主播專心扁狗 我看一下 兩個都只有德魯伊法杖 不知道要怎麼清掉這些東西 很麻煩 對 這只要死圈不見了 馬死 肥肚肚肚 這只要死圈不見了 這個東西 不見了那也就 無法倒露 哇這個東西長到六百滴血了啊 六百滴血啊 OK裡面還有一顆比較深的打不到了 有點麻煩 打不掉 來看一下凱老師這邊扁狗 敵人的閃避率來到了95% 不可能命中 95%是怎樣啊 哇正面還兩個大塊頭喔 好麻煩喔 就算直接打也只有50%的機率能打到他欸 超級難命中這個怪 那一招敵人迴避成二了 他到底還有這種負面效果 那這狗不敲不行欸 欸被暈眩的敵人是不會迴避的欸 我看確實是滅不太掉了 那邊都是燈 最冷鎖躍是不會迴避的 不可能是沒任何回禮 如果沒有很後續到心裡 就算是沒什麼回禮 很長рев一的 吼...回名 來咯...無敵怪物 那來咯...無敵怪物 國寶也來咯... 來咯...無敵怪物 哇這回避率 看看五主波能不能幫忙 這東西射掉 OK 狗狗警報 敵人迴避率95% 這根本就不可能打中他 超級難命中敵人 這邊還有兩條臭狗 全部移動距離也太遠了吧 87滴 直接丟毒了啦 沒什麼選擇 這狗如果衝進來真的麻煩 哇要東四下才可以把他東掉喔 喔 OMG 真的說OMG 我覺得咪咪拉皮可以準備上去扛一下 雙序能 雙序能 是不是沒有點血魔法 沒有血魔法 我的天啊 怪超級猛 降一下敵人傷害 漂亮 要被打死了嗎 這一隻蠻硬的啦 應該是不會被打死 他就是負責來扛的 可以生命藥水護節 對 右邊狗狗也進來了 這邊狗狗也進來了 好多啊 敵人真的很多啊 敵人真的很多啊 精英大之佬 先去幫他 解運 他這邊是可以慢慢的把敵人湊死了 0滴 66點防禦 打不動 撲啊 吹不動他耶 沒有力量藥水 沒有力量藥水 右邊的狗也要進城了 這兩個好像得 難兄難弟一起在這裡扛了耶 再推他看好了 這兩兄弟一起在這裡扛吧 我把狗都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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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狗集把他放了 好 嗯 我覺得負槍好像極限也到了耶 常還好不夠喔 這台老師的廢點 廢才大叔30個月 蔓延速好高 但是傷害好低喔 等夜貓子發動吧 回避率看了就不想打他 OK 這些狗怎麼辦 OK 又95%迴避率 爆一手 對齁 有降迴避的招喔 我忘了 還有這種招式喔 降一手 再降一手 好 漂亮 不要打 嗯 護甲提升 轟一下 趁虛而入這五段 漂亮,你再把他湊死 好,繼續扛著吧 右方已經鬼進城了 超多,超多的敵人進城了 準備派人支援了 活躍大塊頭 這到底有沒有點引爆啊 這一次來兩下 這一次來兩下 啊,好多 啊 不行了,那邊的鐮刀仔真的好多 我們先暈一手 好,暈到一隻 還能直接敲碎這個 我去吸引這個鐮刀仔 補主撥,換個位置囉 補主撥,換個位置囉 好,讓大塊頭動不了 中間是靈魂容器 對 原區失業已經清理的差不多啊 差不多了嗎? 回個魔 換個術 狗狗的傷害好低喔 雖然費用很高 連鎖也連很多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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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啦 白癡被殺啦 怎麼可能啊 那麼坦欸 我覺得他的武器真的太廢了 他那麼硬竟然被殺了 完全不科學啊 沒有紅色的近戰 有點不太厲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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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格檔 白色格檔有 70幾吧 好像有到75吧 75的格檔竟然被秒了 好可惜 可以慢慢的堵掉 好 就把走近的一個一個幹掉吧 槍手會扣格檔喔 那應該是格檔被扣光了喔 這隻在訓人的耶 兩隻狗 滅火沒有其他影響嗎 那怪物都會無限的出來 也不是無限的出來啊 還是無敵啊 直接就是無敵 直接就是無敵 不然有點麻煩 怪有點麻煩 提電中心可能要爆開了 這群嗎 今天應該是木遊 好討厭喔 這個狗狗 降了迴避 還是傷難殺的 很久沒玩餐廳了 應該是沒有很久了 應該是沒有很久了 上面的狗殺進來囉 還好有城牆 還好有城牆 應該還能扛 只是這個得派人上去支援了 把狗都撿掉了 整體的狗偏多 整體的狗偏多 把狗都撿掉了 他怎麼穿這樣 命中率有點可憐 我夜貓子已經啟動了 我看一下這裡該怎麼辦喔 應該是要換到後面那個塔了 然後準備清上面的怪 這個塔可能離不了了 超強弓箭手要來了 回跑玻璃 溜了 換卡 下回合 上面那裡會推很近喔 有幾隻感覺還是不要讓他A出來好了 拉扯一下 拉扯一下 十九點格檔 喔 少一個近戰 好虧啊 OK 樓上是相當的麻煩 OK 樓上是相當的麻煩 完了 塔被A掉囉 毛應該是不會死 毛很硬的 加傷害加兩步 加傷害加兩步 為什麼白癡就這樣走了 就這樣走了 完蛋 完蛋他們真的可以直接A到這個主堡耶 等一下 看一下狀況 先讓我們臭臭人給他們臭幾下看一下 2.0喔 2.0喔 2.0就是剛剛 不幸的陣亡了 2.0就是剛剛 這隻要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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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WITCH 上塔 1.0 2.0 哇 那邊打不了欸 打了隊友就死 翹翹囉 這個塔我看應該也是爆定了啦 被這個無敵法師給打爆了 2.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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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 4.0 3.0 4.0 3.0 4.0 4.0 等等一直打 哇 好痛好痛好痛 這個塔果然是爆掉了 危險 非常危險 先讓這隻盡快的離開這鬼 腿斷了 綠槌 先讓他拉到後面去好了 正面 沒什麼想法 慢慢毒吧 應該還可以毒掉不少敵人 好白癡的2.0喔 好白癡的2.0 已經掛了喔 去找這隻在寶可 送給丁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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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狙擊手都是可以打死 大凱 也只能扛在這裏了 真的要動起來了 看一下 那邊的快走過來了 奇地風暴來兩下 阿德你再被這兩個鬼魂個A一下就快死了 有點難離開這裡 暴擊 帶走 OK 沒爆 我一走 我一走 長槍兵準備進來開一次囉 喔 大凱的屁股 欸 有痛 攻擊手 攻擊手還行 進戰死太早了 竟然是進戰 竟然這麼一下子就死了 竟然就死了 竟然是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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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手動手 1萬滴血的大塊頭 這東西竟然有1萬滴血喔 這不要打很久欸 那一隻...只能慢慢處理了 把...近的斧頭仔殺掉 最高的傷害...都在迷迷這了 雖然1萬滴但他沒有走那麼快 讓他們慢慢走吧 我要看樓上該怎麼處理 出來...一槍把他BANG了就這樣 要送射擊...可以再補一槍 整個龜進去 這個瞭望台應該是沒了 下回合得清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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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矛過來堵住這個路口 我看...還比較實在一點 好...堵死 人體牆壁 等等...還活得怪已經不多了 樓下...大塊頭開始接近 無主播繼續挨打 這個塔...終於還是掉了 大塊頭已經長了 大塊頭已經長了 大塊頭...我們等下去把他封印一下 大塊頭...我們等下去把他封印一下 那邊的怪暫時都不會動 那邊的怪暫時都不會動 打斷他們的腿好了 那邊的怪暫時都不會動 走一步應該是... 沒有什麼力氣的危害 OK...打不到這個 然後... 就算他被封印一下 讓我開門 把他封印之中 我會失敗 選擇 M.P.不是那麼的充足了 我來喝藍水 有幾隻動不了 應該是還好 骨頭仔砍100多滴喔 A一下也不是很痛的 A一下大塊頭好了 我吐坡這裡偏危險 但已經沒有地方讓他撤離了 這裡能卡一手四眼 就躲這吧 這邊其實也沒什麼怪了 就靠下面那一隻而已 還有旁邊兩個幽靈會一直扁他 好白癡死掉了喔 沒有錯啦 他死掉了啦 死的是相當的淒慘喔 上去封印一些怪才可以的 應該一下就夠了 喔 這裡下毒還會毒到自己的 可惡 很麻煩 毛應該是不會死啦 這幾隻怪看起來也打不死他 不然我是可以幫他清掉幾個遠程的 不然我是可以幫他清掉幾個遠程的 OK 倒跑 左眼體 漂亮 喔 50%傷害了大塊頭 兩隻護船喔 兩隻護船的傷害更高喔 嚇 嚇得都賭死了 這隻 暴擊可以打到四千了 冷靜的風景 位置不好 都打不到了 那隻護船喔 有很多場景 走上去感覺又要被大塊頭贏了 好弄死一個 我的格檔不是很高耶 大塊頭一下是200多 現在要剩漢堡了 其實家裡的城牆都沒壞啦 GZ手這邊是 這些傷害都很不錯喔 這隻可以補槍 砰砰的啦 好 這個已經完全沒魔了 正樓下這幾個麻煩的 有一點魔力 悠殘繼續開起來 還有一點的行動點喔 我的房子啊 我的房子壞啦 喝水 喝水 安安安安啊 258 暴擊600 可以 多暴幾下 人殺 1萬滴血 真的恐怖 硬啦 打 打都打不死喔 加BUFF 漂亮 大凱 把他砰砰 大凱是有夜貓子的嗎 啊 又要弄 弄一隻新的進戰了 把他捲防禦扣50% 不是只要法術就扣50% 不是只要法術就扣50% 我看一下 工人都沒掉呢 哨塔掉了一些 對 嗯 得需要有全新的朋友了 抖機 來點傷害吧 來點傷害吧 所有攻擊都無視目標防禦的一半 所有攻擊都無視目標防禦的一半 感覺好像要點了耶 我把傷害 減一半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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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再一半就是完全穿透了 看要不要點完全穿透吧 完全穿透或這個並不忘記了 我覺得後面再補一個閃現 這好像是最後一點了耶 可能要點閃現耶 這後面感覺關鍵滅火 美造成一次爆擊 回合結束就回一點法力值 看起來蠻有用的 缺魔啊 我覺得他主要是缺魔 德魯伊蔓延那麼多也是會爆的啊 漫延只算一次 漫延只算一次喔 我覺得他沒有飾品兩個也是很慘 負面狀態加一個回合跟夜帽子 夜帽子好了 喔 範圍加2 不錯喔 範圍也是要滿囉 這個德魯伊 好 毛的話 感覺彈一點嗎 生命恢復轉甲 感覺轉血量還是太危險了 感覺轉血量還是太危險了 我覺得血之魔法 後面炸裂應該還是要點 連預言台都爆掉了 可惡 爆的東西喔 防禦大幅提升 父親是什麼意思呢 喔 我就是你的父親 更多的史詩級物品 剩下都是仙兆勒 刷新獎典勒 刷新獎典禮物品 刷新獎典禮物品 新的斧頭 新的長弓 免費刷新獎典禮物品 免費刷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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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val月.x3 成長 uda 法師褲子 高級魔法球 法師褲子 OK 全部大便 加20%命中的褲子 加很多防禦的帽子 可以刷新喔 不然刷一下 不然再刷一下 喔 漂亮喔 傳送水晶 是個副武器 五級喇叭槍 一模一樣的 加2行動點 全了全了 加4長弓 感覺得拿了 五主播那一把長弓實在是 廢到流湯 穿甲帽子 哇 這個帽子真的是很強耶 感覺也不太能捨棄這個帽子 主播是飾品太爛了 是 超常的 是 是 也 寶貝 還好 我批魔比較多 妖精披肩 這樣剛好 大家技能範圍都能滿 沒錯 需要一個全新的白癡了 副手水晶 捲軸可以留給下一個近戰了 都沒有近戰的武器 好可憐喔 金礦馬路沒木了啦 這樣蓋出來的鋁墊還是一機的耶 感覺錢好像不夠耶 我先看錢夠不夠 鋁墊被打掉了 可惡 先用這個開挖啦 OK 鋁墊還得升級兩次 肯定是不行 外面的屍體才可以18塊 不夠啊 這錢玩就不夠啊 就只能少一個朋友啦 能先挖絲堆囉 能先挖絲堆囉 錢那是100%的不夠啊 預言台可以蓋回來 有一次免費補血 有一次免費補血 沒一次免費補血 似乎是該考慮 不再蓋建塔了 沒有 有一次免費補血 有一次免費補血 又是免費補血 有一次免費補血 感覺蓋牆壁可能... 實在一點 那個奴車 已經射不動現在的怪了 現在根本就沒有那種 雜魚怪可以讓他射了 感覺都用牆擋瞭望台 拚一下了 剛好讓我們幾個 散一點 大陀的從這裡來嘛 老朋友大陀的從這裡來嘛 有了 加古墓牆 兩邊先各放一隻德魯伊啦 無主播先過來 把這些球球都打掉 有了 樓下的怪還是相當的麻煩 以毛的戰鬥力 是沒有辦法一個人守住一條路的 只能先加減扛了 我覺得毛先上來幫忙打球 一個燈 五個燈 再一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就滅火了 就滅火了 我感覺 也沒有什麼滅火的時間了啦 欸 這一關來很多雜魚怪 上一關的精英是真的多啊 這關來很多 多一點 有了 哇大凱沒換那把新步槍喔 虧了 虧了 我主播也沒換到那個傷口了 小虧 只有換到異形換位那個而已 小虧 這個東西到底擋不擋視野 這個好像也不擋視野 可以走出來先把他抓到 看一下這邊也要來一點怪了 這裡還有一顆球球啊 OK 打不太掉 這邊開湯頭咬一下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扣很多血 這顆 可能要打掉比較好 喔 傷害真的好可憐 喔 傷害真的好可憐 來囉 無敵怪 不死 有機會滅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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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管啦 我去滅燈好了啦 瞬間移動 可能跑我自己的戰力也沒那麼高 瞬間移動過去滅燈吧 這無刺術 這可是傳奇道具啊 無刺術那也是很正常的事 哇 這隻狗真的沒被打到 這邊的邪惡怪物 就得慢慢處理囉 OK 看不到那邊的怪 只能先清正面的啦 魔力還是挺夠的啦 哇 跳過來 雨墊被打爆啦 雨墊被打爆了那也沒辦法 雨墊被打爆 來 看一下無主播 主播 主播應該就清一些比較強力的怪物吧 6-7%的迴避率 6-7%的迴避 我們自愛的咪咪Lucky 第二次的離開我們 喔他剛剛死的真的有點誇張 怎麼看都不會死 哇開堂手來囉 我們這個打火兄弟好像 打不光這個火 敵人有點散開了 手套麻煩 這樣看起來滅亡火可能 敵人 這樣滑哥 想買就能買啊 大家這肯定是想買就能買 原來是還有唱歌的喔 原來是還有唱歌的喔 嗎 我承家 我承家 你從來 感谢董内 没事啊大家可以租房子啊租房子也是不错的 这有哪有这么多怪物啦啊怎么已经有狗狗进家里了 95%回避 纠级 有斜向慢点但是威力不够啊 是这样吧 这个感觉不能再灭火啦 我觉得你再灭下去我们 也是差不多啊啦 还是回来扁扁怪物吧 两滴 被咬一下 被咬一下 被咬到家里了 没法抖啊 他们站得太善啦 开堂手走超快的 好像进站就得直接去捶开堂手 王啦房子要被打光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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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房子都要沒了 這邊都毒死了 那這邊怎麼辦 還行 再咬他一手 漂亮 不要咬房子 來 毛扛著 來老師這邊也是 麻煩很大 大牌手持一把槍 並沒有辦法造成什麼有效的傷害 我只能讓這件 怪怪不要走的那麼快了 我是有帶閃現的 OK 貼臉也超難中 把他砰砰啦 把他砰砰啦 再來兩個狙擊 殭屍來囉 阿傑該出這招了 哪一招 有空口戰術啊 叫做 一招 九尾好像已經 還有派大新咧 OK OK 敵人殺進來了 大凱 這把BB槍 並不能有效的殺傷敵人 OK 實在是太多了 敵人實在是太多了 好 這裡先把他們封印住 GP 湊這邊的怪 沒錯啦 要是來一個正常一點的BGM喔 BGM要是對了 那一切就穩了啦 OK 還毒不死 扁狗幫出動 好嗎 OK 控罩 其實便是數字幕 漂亮,我只能說一波漂亮的餅狗 夜貓子啟動了 弄掉一些近的怪吧 傷害好可憐喔 恩,再用一下封印術吧 準備轉到裡面的哨打了 過來囉 喔 346個敵人 大場面,我只能說大場面來了 我一個回合大概可以打掉 100隻吧 6個敵人 開堂手其實也會幫我們殺掉不少 哇,這個距離都有60%的迴避率,真的好噁心喔 死吧,開堂手 OK,開堂手沒死 這樣就麻煩了喔 這樣就麻煩了喔 賭師爺救命 救命啦 賭師爺 賭師爺 為什麼啊? 在劍塔上面的人怎麼會被傳染的啊? 在劍塔上面的人怎麼會被傳染的啊? 是,是還能救啦 我們有請 沒有全力支援